约伯纪第20章 拿马人所法回答说 我的心思烦扰叫我回话 因为我内心急躁 我听见了那羞辱我的责备 心灵因着我的悟性回答我 你不知亘古以来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恶人的欢呼并不长久 不敬前者的快乐 不过是暂时的吗 虽然他的高贵上达于天 他的头直插云霄 他必永远灭亡 像自己的份一般 素来看见他的都要说 他在哪里呢 他必如梦一般非事 人再也找不着他 他必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 亲眼见过他的 必不再见他 他的本处也必看不见他 他的儿女必向穷人求恩 他们的手要退还他不义之财 他的骨头虽然充满青春活力 却必与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邪恶在他的口中虽然甘甜 他把邪恶藏在自己的舌下 他虽然爱惜不舍含在口中 然而他的食物在他腹中却要变坏 在他里面成为眼镜蛇的毒质 他吞下了财宝 还要把他吐出来 神要从他的腹中把他掏出来 他必吸损眼镜蛇的毒液 腹蛇的舌头必把他杀死 他必不得看见江河 就是流蜜于奶的江河 他劳苦所得的必归别人 自己却不得吃用 他交易得来的财力 自己却不得享用 因为他欺压穷人 不顾他们 强强不是自己建造的房屋 因为他内心没有安宁 他不能保存他喜爱的东西 他吃得一无所剩 所以他的福乐不能持久 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 陷入困境 受过苦的人的手都淋到他身上 他正在填饱度负的时候 神就把猛烈的怒气降在他身上 他正在吃饭的时候 神要把这怒气如雨降在他身上 他要逃避铁制的兵器 但同工的剑必把他射穿 他把剑一抽 剑就从背后出来 发亮的箭头 从他的胆中出来 死亡的惊恐临到他身上 万般黑暗为他的财宝留存 不是由人吹着的火要吞灭他 要毁掉他帐篷中所剩下的 天必显露他的罪孽 地要兴起来攻击他 他的家产必被掠去 在神愤怒的日子被冲走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是神给他指定的产业